朋友们Z9GT刚刚预售 它的青春版又来了 在我的身旁呢 是本次成都车展正式开启盲定的 海豹06GT 也是号称年轻人的第一台GT 那么它的定位呢 是一辆纯电中型轿车 车长是4630 轴距是2820 然后在这辆车的外观上 能看到非常多来自海洋 往概念车OceanM上的一些设计元素 就比如说L型的导风草 然后蜂窝状的隔山 包括这个非常突出的前产 整辆车营造出来这种战斗感 还是非常强烈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这辆车你看它B柱和C柱这个地方 它都做了一个黑化的处理 包括从整个侧面看过去 你看从A柱开始一直往后 都是一个上扬的腰线 就会非常像猎豹在俯冲的一个姿态 当然啊 这辆车它其实有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它基于E平台3.0Evo打造 这个Evo是啥意思呢 就是Evolution的缩写 所以这就意味着 这辆海豹06GT 它会有更高的性能 以及有更加先进的技术 就比如说啊 在安全方面 海豹06GT呢 它是采用了主后驱的一个安全动力架构 它会多了一部分吸能的空间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它还采用了内谷格式的C2B安全架构 可以把电池和车身进行完美的融合 同时它还采用了行业首创的一个叫做TRB 一体式潜艇级热成型前尾板 1500兆帕级超高强度 闭口困压横梁 所以这样能够带来非常直接的优势 是在于整个成员舱的车身强度 60%可以去减少撞击带来的伤害 所以你会发现啊 整个比亚迪的安全理念 它不是说堆料而已 它是呈尺系的 那么再有呢 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充电效率的问题 海豹06GT呢 它是有升流快充 以及脉冲自加热技术 去榨干充电桩的一个输出功率 也就意味着 你可以在一个250安的一个充电口 把电流最大拉到400安 哦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它的电芯 是可以通过内阻加热去快速的升温 在保证一些极寒的环境下 充电的功率不太会受影响 正常电车充电 最慢的速度 它其实最后的20% 那么这辆海豹06GT呢 它是有一个末端快充的技术 80%称到100% 是只要18分钟 这个够夸张吗 既然是年轻人的第一辆GT 所以整个内饰的风格 还是非常的动感 年轻和简洁的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 就是这个3D车控 你可以通过这块车木屏 去控制车窗 氛围灯 后视镜 通风 加热 所有的功能 而且整个的过程非常倒 丝滑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语意联想的功能 也就是说 它可以猜到你想说什么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你好小迪 忙了 我想听不能说的 好嘞 它就立刻可以猜到 我想听不能说的秘密 是不是变聪明了 那么在整个动态的部分呢 这辆海豹06GT 它是用到了前双球头迈浮讯 以及后五连杆的悬架 它相比较普通的迈浮讯 会抑制了制动点头 包括加速抚养的一个性能 车身动态的控制啊 包括一些转向的响应上 会提升很多 当然它还配备了 后驱和四驱两个版本 四驱版本呢 是配备了 FSD可变阻尼减震器 以及iTAC智能扭矩控制系统 百公里加速是4.9秒 所以我觉得整个体验下来 对于年轻人来说 应该是非常爽的 那目前呢 这辆海豹06GT的盲定价格 已经正式公布了 是15万起 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成都车展的 9号馆现场来看一下 这是比亚迪的专管啊 当然这辆车呢 目前还不能开起来 等后面如果说 有动态试驾的机会的话 再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它的动态试驾感受 朋友们一直给你们拍视频 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 给你们拍过我的家长什么样 所以今天这辆视频 就带你们看看 我们家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请进 之前我那条跳操的视频 就有很多朋友 对我们家这一排飞机模型 特别感兴趣 今天带你们仔细看一下 其实你们看这俩 就是普通的绵航机的机模 但是这一家不一样 这一家是我们家的宝藏收藏 运20的机模 你看大肚子 然后还有植20跟坚15 我不知道评论区 有没有机模爱好者 我们远程握个爪 然后这个小院子呢 是我爸妈特别喜欢的地方 但是现在天气有点热 等到秋天了 你就可以坐在这里 喝个茶呀 吹个风什么的 是不是还挺惬意的 但这会儿它晒来 我们去楼下看一下 前面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爸的地盘 他平时就会在这里 看看书写写字 喝喝茶什么的 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这个书法作品啊 我感觉我爸年轻的时候 肯定是个文艺男青年 主打一个中西结合 啥啥都会 那你会啥 我给你演奏一下 然后之前呢 我看人家发 劳斯莱斯星空顶的视频 我说我们家也有个星空顶 你们不信 你看 真的有一个星空顶 那像这个区域呢 是我们家的影音室 当时是想把它设计成 一个沉浸式的影院 然后还做了一个投影 但是投影我爸妈用不太明白 就几乎没有用过 前段时间 大家不都在抢演唱会的门票吗 我 我本人一张没抢着 后来我发现在家里面 也可以沉浸式看演唱会 因为这个电视呢 它是有十个音响 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就整个影音室 都在环绕着歌声 就比如说我现在听 Adele的演唱会 就跟我在现场听 一样的感觉 哦对了 带你们去看一个 我自己的宝藏角落 你们看这几辆车 都是我在过生的时候 朋友送给我的 所以年纪轻轻 咱们就拥有了数量保时捷 而且这个力波 我是花了赛 我们想看你的房间 啊 朋友们 随机提问一波 你们知道MPV是什么意思吗 它其实是从旅行轿车演变而来的 把整个旅行车宽大的成员空间 以及轿车的舒适性 还有相试或说的功能 给予一身 今天呢 我们就拿这台蓝图梦想家 给大家举个例子 看看它是怎么把这些功能 给予一身的 首先它有3米2的超长的轴距 有豪华的双侧的电滑门 以及全车婴儿及轻腹材料 最近呢 蓝图梦想家还升级了OTA2.0 就像是智能家具一样 很多功能都可以用手机来控制了 它还增加了这种模式 就比如说 小气模式 洗车模式 你就可以好几种场景 自由的去切换 作为一台MPV车型 除了储位没有之外 其实家里有的配置 它都有了 除了要非常看重它的 内部空间 乘坐舒适度 以及它的一些架控体验之外 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安全 前段时间呢 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事故 就是蓝图梦想家被一台 11吨重的大巴给追尾了 结果大巴车的车头变了 但是蓝图梦想家只有尾门变形 第三派完好无损 因为啊 蓝图梦想家 它是用到了2000兆帕的 旅规涂层的车门防撞梁 它是可以抵御20吨重量的冲击 所以在被动安全上 我觉得蓝图梦想家 完全就是高标准要求自己 那么在主动安全上 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把车开起来 这台蓝图梦想家呢 它是前后双电机 而且是电子四驱系统 所以呢 它的零板加速可以来到5.8秒 即便说这辆车满载 也不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 再有一点 它是配备了带磨坦功能的 空气悬架和CDC 它可以提前去监测前方的路况 自适应的去检任 所以你是在车里办公也好啊 休息也好 你的舒适度 是不会受到路况的影响的 它是有30多个高性能的感知硬件 所以它有10多项的 主动安全的辅助 我们在遇到一些 是交叉路口 我们在跟对象来车 有碰撞风险的时候 它都会第一时间去紧急 制动保证你的安全 它相当于是多了一双上帝之野 其实今年真的是MPV大年 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 在买车的时候考虑MPV了 而且从综合实力来看 蓝图梦想家真的很强 而且最近它有3万块的综合补贴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 朋友们 我现在是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的街头 你们看到那辆红色的双层巴士了吗 上面有非常亲切的三个字母 BYD 其实整个英国新能源的双层巴士 80%以上都是比亚迪的 所以咱们今天就在英国街头看一看 这些普通的英国人民都开哪些车 你们就看整个伦敦的路虎 多到什么程度 各种发现 卫视 缆胜 缆运 新款的 老款的都有 甚至我昨天在路上还看到一辆行走的缆运SVR 还是一个中国大哥开的 太少见了 看到一辆IDFast 这个属于是德国的宝宝巴士 据说这个车也要引入中国了 但是我估计这车不会便宜的 应该不会低于40万 不过没关系 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宝宝巴士 就是极客mix 可以等一下 看到一个老朋友 这个熟不熟悉 应该开走了 这不就是国内的荣威EI5吗 在这边叫明确MG5 但是不知道在这边是不是跑网线车的 你在伦敦街头看到它的车牌 边上有个小绿条的 其实就是新动员车 但是我发现 整个伦敦新动员车不是很多 第一是它的充电装真的不多 第二个就是 我们昨天试了一下 它们的充电真的很贵 17度电我们花了130人民币 简直千价 你在英国街头 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开敞篷的人 但是我跟你说 英国的太阳实在是太毒了 你就看那俩大哥 那晒的 皮肤去黑 这个也属于是英国特色 满大街都是这种骑小步的人 这车非常贵 在国内的话 大概是1万多到3万多不等 但是如果说大家想买的话 也不用担心 因为前两天雷总 已经骑着小步 进小米总部了 你们看那些一辆一辆的 长得特别像 劳斯莱斯的英伦小车 叫LEVC 这个之前其实也是英国女王的作家 不过如果说 你不来英国 也想体验这个车的话 你可以去咱们中国的杭州 或者大连 因为这个品牌 已经被咱们吉利收购了 而且你在英国看到的 这些小英伦出租车 它都是从中国生产 然后运到英国来的 咱们就是要为了赚他们的钱 就咱们以前失去了 咱们现在用更加文明的方式 把它给要回来 最后体验一下女王坐驾吧 两点七公里 花了我一百六 这英国女王的坐驾 坐不了一点 太贵了 坐不了一点